你們玩凱撒路的時候 最討厭遇到什麼事情 是對面中路一直來 還是角色被Counter呢 歡迎留言分享 又給我最討厭對面不按牌裡出牌 就可能對面選射手走凱撒路 或者是法師走凱撒路 我玩亞連的手已經夠短了 遇到亥牙或衣下 頭真的很痛欸 超級感謝來自韓國的粉絲 他說非常喜歡亞連 希望我多拍一點 所以亞連馬上就來囉 哈囉 掌握鴨鳥 今天在排位要玩亞連 講實在話 現在玩亞連 通常都是對這隻角色 非常有愛才會去玩他 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 亞連走凱撒路 那我們現在遇到的比較常出的英雄 像是龍馬 艾里 葉娜 弗洛倫還有青燕 都是很多段位移 亞連這個二技能的緩速 是完全留不住他們的 而且很容易我在一技能砍的過程中 他們會繞到我的背後 讓我砍不到他 這也是亞連目前最大的問題 應該說我不奢求亞連 他的傷害可以在前期就非常的痛 但至少二技能的定身 如果能夠改回來的話 我覺得在前期對線 就會有他的優勢在 這場我非常的衰 非常帶賽 遇到了依夏凱撒路 那我一技能 黏上去 結果我這個傷害呢 非常的抓癢 然後完全留不住他 雖然依夏已經沒有位移技能了 但他那個瞬移啊 一樣是能夠順走的 你們知道以前 亞連的定身有多強嗎 只要被有定身到 就連對面用任何的位移技能 像是瞬移 他們都會 繼續停留在原地 是沒有辦法位移的 然後他們的技能 就等於白放了 空放了 就會進入冷卻 所以我自己真的很期待 這個定身能夠改回來 不然現在 這凱撒路太難玩了 如果再遇到什麼 依夏凱撒路 亥雅凱撒路 還有穆加爵凱撒路 都會遇到 很沒有遊戲體驗 雖然亞連在後期 肥起來之後 我是可以追著依夏砍 是沒錯 可是在前期 你至少有十分鐘的過渡期 是非常難過的 就是連吃兵線都會很難受啊 好啦不談這個 這場我雅連的出裝 是走全攻流 就是我只要貼到依夏 就要想辦法把他秒掉 黏到依夏 砍起來大招鎖定 下來 砍砍砍 接著瞬移拉出來 現在換完依夏的 也是對他非常有愛吧 因為依夏的大招 前咬很長 然後你好不容易關到人了 人家還能用位移技能走出去 他現在的角色幾乎都有位移技能 那我的大招本來要去貼趙雲 沒跟到 那我直接跟哥德爾 砍下來 殺了哥德爾之後 這個莫娜非常殘血 決定把他收掉 拿著Double Kill 這場我凱撒路在前期 遇到依夏不好打 可是魔龍路好像比我更慘耶 那也安捏 那魔龍路的外塔爆掉之後 通常我凱撒路會選擇跟射手換線 因為我們凱撒路還有外塔 他還能夠安全的撕兵 可是你們注意看啊 魔龍路沒有外塔 可是冰這麼外面 射手想吃冰的話 要走這麼出來很危險 所以我們來跟他換路 然後大招鎖定到凡恩 你的輔助已經跑走了 而且他沒有瞬移喔 Lucky 只要我瞬移的話 凡恩是不會死的 既然沒有瞬移 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雖然我跟射手換線 講是這樣講 但我不知道什麼射手 一直不來凱撒路 反而是一直去中路去 跟法師搶錢 我覺得這次 不是那麼好的環境 怎麼這樣講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C位 都很注重錢 但他們兩個永遠都是 經濟分攤的底下 就很難賺大錢 對 那沒關係 凱撒路由我來 雖然我殺死了一下 但左邊來了一個莫拉 我應該是走不掉了 非常的痛 就好不容易殺到一下 我還是得死啊 玩雅琳這個角色 我就跟布萊特有87%像 就是你進去了 你就別想出來了 通常都要跟人家打到底 因為他有進場機制 但是沒有退場機制 OK這邊鎖定到了莫拉圓點 把他打死了 然後這個拉茲留不住 右邊有一下 我也黏不到 就先這樣吧 我們至少有抓到莫拉圓點 已經很賺了 剛剛我吃完凱撒 緊接著 我看到下路有兵線 一下去清對不對 然後我就蹲在這個草叢 感覺一下清完兵 應該會來 肯定會往中靠的啦 這個位置準沒錯囉 逮到你囉 有點留不住 大招鎖定 還有凝霜喔 有這件寶貝裝備 雖然我前期很難過 一下前期非常的爽 但是現在呢 風水輪流轉 十分鐘之後 裝備起來 就是一下的死期 但這也要黏得到或蹲得到 雅連在中後期肥起來之後 還是比較推薦去單挑 單抓的方式會比較好 畢竟我的傷害 是比較小範圍的 單抓比較好喔 那這邊屁股跟了兩個 跟屁蟲 那我注意到隊友來了 大招鎖定到反而 還想跑啊 雖然他給了清心喔 但是我們的輔助也來了 成功擊殺掉 格德爾 我也殘血了 反而也死掉了耶 賺賺賺賺 我們把下路帶過去 因為遊戲來到15分鐘 逼他們去下路守兵 我們就有機會在凱薩路那邊打起來 大招鎖定到一下 他雖然用凝霜 但是你還是得死 砍起來 碎空也開了 這個 砍不住 起來之後 先拉掉 再換我們的死神鐮刀 我們繼續的帶兵線 然後看到隊友在打架 怎麼覺得我下路好像有機會 你看莫托斯在卡莫拉 下路是個空檔喔 我們直接推塔 不要理一下 推就對了 把塔推了之後 趕快撤 這樣我們就賺到一座高地了 這就是分推的好處吧 利用人家在打架的時機差 來偷推 那我們這樣偷偷摸摸躲在這個邊巢 好 我在等有沒有人過來清兵 等到一隻莫拉 這個莫拉呢 雅蓮非常難打他 然後因為我位置比較深 然後莫拉又在追我 代表什麼 他附近一定有他的隊友 所以我們果斷撤退 果然啊 他們的人都在附近 然後 我也一個華麗的轉身 怎麼一格死掉了 奈安捏 我們這邊已經死了兩個人 看到趙雲想打 我二話不說 意氣跟上喔 意氣相挺啊 肯定要挺的吧 為什麼 因為 他們的招 全部都開掉了 這時候不打 我們放著趙雲去自殺的話 說真的 我就剩下我跟井 兩個人就很難做大事 那我跟上 井也跟上 是不是 我們又回到了三換三 就是這個凱撒還有機會打 然後他們因為三路全爆 兵線的壓力 所以我們逮到機會 再偷吃凱撒 然後我們隊友在前面有卡人 還不錯 這凱撒 可以啊 吃下來了 因為現在21分鐘凱撒 那凱撒先鋒 兵有多硬嗎 那我就想 上路有兵嘛 我們去帶個上路兵線 至少多帶幾波兵 會比較保險一點 然後腋下也死了 好爽 我看到腋下死 就覺得特別開心 就是希望下一場不要去選腋下了啦 因為這是S的排位場 你說星耀啊 鑽石啊 摸摸鼻子韌了 但依下雖然後期 他也沒有怎麼說 很好發揮是沒錯 可是他前期很折磨人啊 好啦 那這邊就是直接 點主堡 結束遊戲 也希望官方 能還亞連定勝 我是友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有新都會 超級奇怪 ского 小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